中欣和阿嬌這日出席聖誕揭幕活動 提到稍後補辦婚宴後就是聖誕節 想好去哪裏到蜜月未 其實沒有分結婚前還是結婚後 是我們一起的第二個聖誕節 去年那棵聖誕樹還在Michael家 一直都看到它的存在 應該可以再用 拆上那些裝飾品再裝 反正都不是我們裝的 整棵樹都是叫朋友安排的 我沒有誠意的 我覺得可以自己做 提到早前和老公一起上真人秀 原來在上節目之前 大家都有爭吵過 上真人秀之前是有爭吵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想上真人秀 因為生活類的真人秀我真的不習慣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適合上真人秀的人 因為我太直接了 而且我不懂得說恩愛 第一次拿個戀情來和大家分享 在鏡頭面前我是有點不習慣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醫生 不適合上真人秀 其實我們兩個都覺得不適合 但是最終都上了 其實我們就賺了一個相處的時間 但你說再上不上就看緣分 另外有子阿嬌如果生BB的話 就會考慮退出娛樂圈 真的嗎 不會 我覺得 其實生小朋友是真的要照顧和相處的 我覺得是 想在生活上或者在家庭上放多些時間 但因為我自己在單親家庭成長 那我就不想BB都是這樣 所以沒有太多的家庭照顧 我希望可以給我小朋友溫暖 到時看看會怎樣 我覺得生BB都是看緣分的 MING PAO CANADA